台北市大巨蛋工地间发生意外有一名工人 因为不明原因倒卧在天花板上方的管道之间 三望人员花了一番工夫才将人搬出 急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包括北市警局建管处、劳检处等单位 也正在对发生原因进行调查 远雄集团则表示说 这名45岁的男性电信业者劳工 是在三楼从事行动电源发射模组的安装拉线作业 对于详细的起因还在厘清当中 也将会优先协助家属进行后续处置 并且配合调查 劳检处表示将会一一违反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 开罚30万元 并且勒令要局部停工